- 同學們上課囉,哈囉大家好,我是Bonnie 如果是高一的學生的話,現在應該剛好學到圓 那我們很喜歡對圓做的一件事呢,就是找它的切線 其實不是只有圓,我們高中三年會學到四種圓追曲線 圓、拋物線、橢圓跟雙曲線 我們都很喜歡求它的切線 那今天寶妮就要來教大家六招,求切線的方式 俗話說得好,六分鐘護醫生 那我們有六招護高中生 學完這六招保證大家都會成為切線魔人 我們今天呢,就算圓給大家看,以圓為例 但是,今天要教的這六種方法 有些其實也可以應用在其他的三種圓追曲線裡 那我們先以圓為例 如果我們要算圓的切線的話,又大致可以分成三種情形 第一種是我們給圓上的一點,然後要求過這一點的切線 第二種呢,是給圓外的一點 然後一樣要求過這一點圓的切線 那這時候呢,就會有兩條 第三種呢,是我們給一個斜率 然後要找這個斜率過這個圓的切線 我們現在想要求圓C上面過2-3這一點的切線 那,第一個做法呢,我們要用到的是圓心到切線的距離 剛好就是半徑這件事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圓的圓心在-1-1 所以我們的歐點呢,是-1-1 然後這個切線呢,雖然我們不知道它的斜率 但是我們知道它過2-3 所以我們可以假設 這個,這個切線 它的方程式是 y加3等於mx加2 然後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然後變成mx-y-2m-3等於0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知道 這個圓的圓心是-1-1到這條切線的距離 利用點到直線的距離公式 它應該是m平方加1 開根號分支 把這個-11帶進來 所以是-m-1-2m-3 然後記得要加絕對值 因為我們的距離是正的 然後這個東西呢,要等於半徑 半徑就是25的開根號 也就是5 接下來呢,我們就要解上面這個 東西,我們把分母的m平方加1 開根號乘到右邊去 然後左右兩邊同時平方 這時候左邊呢,就變成3m加4的完全平方 右邊變成5倍的 根號m平方加1的平方 所以9m平方加24m加16 等於25m平方加25 再整理一下,它就會變成 16m平方-24m-9 這個等於4m-3的完全平方 然後又等於0 所以我們就知道 我們的m呢,應該等於 4分之3 然後再把它帶回我們的直線裡 所以我們的直線方程式呢,應該是 y等於4分之3x減掉2分之9 這就是我們的第一種做法 那我們剛剛在解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步驟是 另切線的方程式等於y加3等於m-2 這是因為它告訴我它過2-3這一點 所以我就可以這樣子假設我的切線 那如果它今天並不是給圓上一點 而是給圓外一點 那同樣的,我們現在有一條切線 那它要過圓外一點 所以我也還是可以用這個方式 去令我的直線 那如果今天呢,它是給斜率 那斜率也沒有問題啊 我們就假設我們的切線是y等於mx加b 那這個m是它已知的 它給我們的 所以無論是 圓上一點、圓外一點還是斜率 這三種不同的情況 只要我們是在求圓的切線都可以使用 但是這個方法 因為我們剛剛用到的關鍵 是圓心到切線的距離等於半徑 所以這個方法就沒有辦法推廣到其他的圓錐曲線 也就是算拋物線、算橢圓、算雙曲線的時候 是不能用這個方法的 好,那我們拿同樣的議題 我們來看第二種做法 第二種做法呢,一樣 我們第一步就令我們的切線呢 是y等於mx-2然後-3 那這樣子令了之後呢 我就很暴力的用代數的方式 把這個直線帶進圓裡面 那我們就會得到 x加1的完全平方加上 mx-2m-4的完全平方-25 這東西應該要等於0 那我們繼續整理一下 整理完整理成開變成 x平方加2x加1 1加mARY2 x counseling 1 odung 3 2 x2 2 x4 2 dependence 3 mins 4 Vegan 2 2 2 然後我們繼續整理一下 變成1加m的平方乘上x平方加上-4m平方-8m加2乘x 加上常數像是4m平方加16m-8等於0 那理論上呢如果我們去解這個方程式 我們解出來的那個x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要的這條線跟這個圓的焦點 那因為今天我們說這條線是切線 它跟這個圓相切那他們就只會焦於一點 也就是當我把下面這個x的多項式方程式解開的時候 我應該會得到只有一個解 也就是重根的情況 也就是判別式應該要等於0 那判別式等於0啊我們就把判別式帶進去吧 數字有點醜 判別式D等於-4m平方-8m加2的完全平方-4倍的1加m平方 乘上4m平方加16m-8等於0 好這就是判別式判別式要等於0 然後我們再把它解開來 就會得到我們的m等於4分之3 那再把4分之3帶回你的直線裡啊 你的直線呢就是y等於4分之3x-2分之9 好就得到了我們的切線跟剛才算的是一樣的 那這個方法呢也是一樣我們第一步用到令這個直線 所以不論是圓上一點圓外一點還是給斜率 我都可以令出直線方程式 那一樣就把它帶進原理 然後很暴力的整理 整理開之後因為相切只能交一點 所以x只會有一個解要重根 所以判別式等於0 然後你就可以得到你的m 那這個方法呢其實還可以推廣到另外三種圓追曲線 因為我們使用的關鍵是切線和圖形只有一個焦點這件事 所以當然另外三種圓追曲線也可以適用 不過這個方法的缺點就是它的計算真的非常的複雜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只是在算圓的話呢 我個人就會傾向不要使用這個方法 因為我們圓有非常多方法可以算 那這個很容易計算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三種方法 第三種方法就是直接帶切線公式 然後到這個解法之前 就前面兩個加上這個大一公式 就是我們刻板上有的方法 那這個公式呢我們就直接寫給大家看 公式呢就是把我們的這個圓上這一點 直接帶進你的圓c裡 但只要帶一半 什麼叫帶一半呢 就是我的2 在帶進x裡面的時候 這邊x加1有平方嘛 有兩個 最後就帶一個 把另外一個留給x 然後這個-3要帶進y-1 的完全平方裡的時候也是帶一個 所以-3-1乘上y-1 然後等於25 整理一下 得到3x-4y等於25-3-4等於18 所以我們的直線方程式是3x-4y等於18 跟剛才算的答案也是一樣的 那這公式我們在這邊就不證明了 這個課本上應該有 我平常是不太推薦大家自己公式的 但是這個公式其實蠻好記得 因為它就是把切點帶進你的圓裡 然後只要帶一半 而且呢這個公式它不是只有圓可以用 你在算其他圓錐曲線的切線的時候 也同樣都是這個公式 所以CP值算是蠻高的 是可以記一下 不過我個人呢就是 是不太會使用剛剛以上 課本上的這前三種做法 喔 平常呢比較喜歡用 接下來要介紹的三種做法 那 第四種方法呢我們要 先畫一下圖 那第四種做法 我們是利用這個圓上一點的切線 過圓上一點的切線它的幾何性質 如果我們今天把這個圓心叫做O 然後我們的切點叫做P 那我們把OP連線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OP連線 圓心和切點的連線 應該要跟切線垂直 那這個圓心是知道的啊 它就是-11 那切點也知道是2-3 所以我們可以算出OP的斜率 是-3分之4 那既然切線跟OP是垂直的 所以切線的斜率呢就是4分之3 好 那現在這個切線 我們有了斜率又有它上面的一點 我當然就可以直接寫出它的方程式 所以這個做法甚至可以不用動筆 你就可以直接看出答案 我是最喜歡用這個方法 如果在球圓上一點的切線的話 我會挺像用這個方法 那這方法的好處就是大家也看到了 它非常的快 不過呢 它不能使用在圓外一點球切線啊 或是給斜率球切線 而且它也不能推廣到其他的圓追曲線 因為它非常依賴這個幾何性質 那如果今天不是在算圓上一點的切線的時候 這方法就不能用了嘛 那我就會喜歡用接下來這兩種 那我們第五種要介紹的呢 是微分的方法 微分就是找斜率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Y抓出來 Y要怎麼抓出來呢 我們先把這個平方向丟到右邊去 然後兩邊開更好的就消失了 再把1丟到右邊去 也就是我們的Y呢 會變成 根號 25 減掉 x加1的完全平方 然後再加1 不過這樣還不完整喔 這個並不是一個完整的圓 因為我們剛才做了開根號的動作 這只有上半圓而已 所以我們前面要給它一個正負 正的是上半圓 負的是下半圓 那我們現在想要找的是過2-3的切線 2-3的這個Y座標 比我們的圓形的Y座標還要小 也就是我的這個點 它應該會在這個圓C的下半圓 所以我們想要的是下半圓 那我們就不用考慮正負啦 我們只要考慮負的那邊就好了 考慮下半圓就好了 所以我的Y應該等於負的 根號25-X加1的完全平方再加1 然後接下來我就可以對這個 F 對這個Y為分 不對 是把Y對X為分 然後 為分的時候要記得使用連鎖率 圓這個根號呢 就是把根號搬下來 然後乘一個2 然後 除了圓這個根號之外 裡面還有連鎖率 所以還要在 2X加1 也就是 根號 25-X加1的完全平方 分支 X加1 然後因為我們現在要求 那個 過2-3的那一點 的切線 所以我們要的是F' 把2帶進去 你會得到 它是 25-9分之 2加1 也就是 4分之3 所以過這一點的切線 它的斜率是4分之3 那既然我們也找到斜率了 又有線上一點 那就跟剛剛一樣 帶進去 Y加3等於4分之3 X-2 這就是我們的切線方程式了 那這個微分的方法 它是可以推廣的喔 它可以應用在所有的 二次曲線上面 我們 泡霧線 陀螢霜曲線要求 切線的時候 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可是它的缺點呢 就是我們要 微分之前 我們要先把Y抓出來 Y抓出來 很麻煩 所以我們的下一個方法呢 就是 我們要把Y 藏在裡面 Y藏在裡面 還可以對它做微分的方法 也就是 隱含數微分 所以第六種方法呢 就是要來介紹 隱含數微分 那隱含數微分呢 我們就是 直接 對著這個 圓C 兩邊 左右兩邊 對X為分 然後 左邊呢 會變成 兩倍的X加1 加上 兩倍的Y-1 然後 要用連鎖率 所以這個Y 還要再對X為一次 然後等於 右邊25圍下去 就沒了 就變0 然後代入我們的 切點2-3 那大家不要忘記 這個 底Y-X 就是斜率 然後把2-3 帶進去之後呢 就變成 6-8m 等於0 所以斜率又被找到了 斜率是4分之3 也就是 我們的直線方程式是 Y加3等於 4分之3X-2 耶 算完了 那這隱含數微分的方法啊 它也是可以推廣到 所有的圓追曲線的 切線問題 我們6招都交完了 那我們 幫大家 回顧一下 我們的第一種方法呢 是利用圓心到直線的距離 等於半徑的方法 它就不能夠 推廣到其他的圓追曲線的 第二個方法呢 我們是利用判別式等於0的方法 我們直接暴力的帶進去 然後 因為相切 就只會較於一點 所以判別式等於0 要重根 用判別式等於0的方式 來找切線 那這個方法 是可以 適用到所有的圓追曲線的 第三個呢 我們剛剛用到的方法是 公式 公式- 那這個公式很漂亮 它是可以用在 所有的圓追曲線的 第四種方法 我們剛剛利用的是 我們的圓心和切點 的連線 會垂直於你的切線 那這個方法是 完全沒有辦法推廣 沒辦法推廣到其他圓追曲線 甚至連你是圓外一點 或是給斜綠這種 要找圓的切線 都沒有辦法 可是它的好處就是它很快 然後第五個方法呢 是 微分的方法 微分找斜綠 然後第六個方法是 隱含數微分 微分和 隱含數微分 這兩個方法都是 可以推廣到 其他的圓追曲線的 那我們今天六招就到這邊 大家喜歡這六招 已經成為切線模仁了嗎 如果還沒有 倒帶回去再看一遍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下課囉 掰掰